男孩第一次去酒吧体验生活,就在他去洗手间缓解几张歹事,不料一群混混出现在身后,二话不说便是一棍甩癌,顿时鲜血四溅,一阵晕眩过后,他茫然地睁开双眼,朦胧中便看到一部摄影机,等等,摄影机,男孩瞬间惊醒,发现自己早已被扒得一丝不挂,尾手的男子一把薅住他的头发,强迫他看向镜头,男孩奋力挣扎,吵死了,一只拳头重重地砸在他的脸上, 反手狠狠地将气摁在地上,调侃道,表情真不错,还不忘用相机记录眼前这不堪的一幕,很快,男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不明白,眼前这群混混为何要这样对他,浓郁的酒臭味袭来,就是你小子惹到了诚哥呀,诚哥可是提点我们,要留心照顾照顾你,诚哥,是诚勿吗,难道,是为了那件事,封口吗,男孩名叫沈生,是一名文学系大一新生,老好人一枚,被同学们推举选为班长, 第一次文学史课前,班上的女生撞到书柜,水杯随之洒落,散落一地的书籍都被淋湿了,谁让你们动这些书的,一道身影推门而入,他便是文学史课老师,成木,同学们听说他非常严苛,惹到他都不会有好下场,成木看着眼前的凌乱,顿时大发雷霆,谁干的,结合传闻,众人被吓得不敢吭声,看着没人承认,成木脸色顿时黑了下来,正当女生畏缩犹豫之际, 是我,老好人沈生举起了手,老师,是我不小心撞到了书柜,成木听后非常生气,罚他课后一个人收拾干净,紧接着便不再深究,让班长点名开始上课,谁知,班长竟然还是沈生,成木瞬间脸色阴沉,之后整整一节课,沈生都感觉,时不时就有一道凛冽的目光扫向他,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沈生终于把教室收拾干净,转身准备去将垃圾倒掉,正当他提着两袋垃圾路过楼梯间时,耳边传来了两人的窃窃私语,似乎正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沈生看头望去,瞬间汗毛炸立,一幅毁人三观的画面映入眼帘,男孩去丢垃圾,竟意外撞见三观惊毁的一幕,两个男人正在楼梯间拥吻,其中一个还是他的老师,沈生立马浑身紧绷,缓步后撤, 只好装作没看见,赶紧离开现场,慌忙之下,垃圾袋中的一拉罐滑出,伴得沈生一个亮枪,差点惊呼出声,他顿时感到惊慌,只能眼嘴迅速逃离,一阵刺耳的声音传来,瞬间惊动了密会中的两人,沈墓立马推开男伴,冲出来查看,男伴似乎还一游未尽,奔上来问怎么了,只见沈墓看着地上的一拉罐,眼神中仿佛在权衡着什么,此刻的他兴致全无,换走南部,海角便朝着楼上回去,只见他悠哉地点上一 一根烟,转眼来到了教室书桌前,看着被遗忘的书包,想来便是那位惊慌失措的目击者了,拿起桌上的笔记本,就自顾自地翻探起来,哦吼,这回可抓住你了,沈墓似是发现了新大路,瞬间来了兴致,第二天一早,沈生匆忙赶到教室,坐在书桌前认真翻找,像是遗失了很重要的东西,原来,昨天跑得太过匆忙,书包遗忘在教室,如今什么都还在,唯独自己写的小说不见了,正在他努力回想之时,沈墓缓步走进了教室, 津津有味地总结着手中的作品,沈生略意抬头,哪知,刚好对上沈墓的视线,心虚的他顿时冷汗直流,赶忙埋下了头,也不知是单纯的因为紧张,还是夹杂着其他因素,此时的他瞬间面红耳湿起来,啪,一个小短子打断了他的思绪,他茫然地抬起了头,只见沈墓走到跟前,安长,中午来我办公室一趟,此时的沈生犹如被揪住了尾巴,颤颤巍巍地硬道,好,好的,看着沈墓离去的背影,一股复杂的思绪涌 想到昨天发生的一幕,沈生不自觉地紧了紧自己的身子,转眼到了中午,沈墓拿出一本小册子问道,这是你写的吧,随即开始对小说进行了点评,从语言听出,显然是有认真读过,沈生一听怒道,你放我东西,伸手便要抢夺,沈墓谎不完味道,别急啊,似乎没人知道你写这些吧,这又不是什么值得羞愧的事,为什么,是不想告诉,还是不敢告诉,此话似是戳中沈生内心中最柔软的部位,原来,他唯一的喜好就是写小说,可母亲并不支持, 一直常告诫他,不要写那些没用的东西,现阶段学习为主,想着母亲为他日益操劳,他无力反驳,偷偷写小说,变成了他最大的秘密,此时,秘密被当面揭穿,沈生被说得一阵羞愤,吼道,你还我,哪知,沈墓突然一手擒住他的衣领,神色一变,正色道,昨天跑掉的就是你了,既然发现了我的秘密,作为交换,你的秘密,我就收下了 男孩意外撞破了老师的好事,第二天就被老师叫到办公室,作为交换,你的秘密,我就收下了 眼见沈生就要发怒,两位老师有说有笑地走进办公室,见此,沈墓松开了手,一本正经地直点起了沈生 看到眼前之人姿态转变,一副尊尊教会的样子,沈生感到愕然,回到教室,沈生瘫软在座位上 脑海中,恶魔教室的身影挥之不去,一阵心理斗争后,他决心去找恶魔,将本子拿回来 正当他走到门口犹豫之时,耳边传来了办公室里的对话,今年的作家交流会将由沈墓代表出席 暗冠立刻带上一名学生,沈墓表示,想带文学系一年级的沈生一同参加 听到沈墓的决定,沈生当即愣在原地,旁边老师听到精识大一的孩子,感到有些惊讶 只听沈墓解释道,他写的东西我看过,虽然还有小问题,但很有才华,交流会想带他一起去 沈生第一次听到别人的肯定,瞬间呆住,他在推荐我 正在他愣神之际,一道开门声将他惊醒,沈生瞬间被吓得手足无措,只能装作路过,哪知依然没有逃过沈墓的视线 沈生,沈墓当即叫住了他,他按道糟糕,尴尬地回过头来 只好上前跟老师们打招呼,一旁老师对沈生印象还不错 说道,那你们聊下交流会的事,我先去上课 沈生听到交流会的话题,立即紧张起来,沈墓瞥了他一眼 就是北京开展的作家交流会,你知道吧 沈生表示知道,之前有听朋友说过,有很多大人物大作家都会参加 自己也曾幻想过,希望能参加那样一场盛会 校方决定让你这个班长代表学校参加,但你别得意 仅是看在班长的面子上才让你去,文章写成那样还能去 好运撞头上,沈生深知真实缘由,紧随其后,也不拆穿 沈墓突然转头偏向他,交流会你也想去的吧 对于喜欢写作的人,可是一个十分宝贵的机会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惊喜,沈生却陷入了犹豫 回想起妈妈对于他写作的态度,梦想仿佛在那一刻便被妈妈一同撕死 看着他犹豫不决的样子,沈墓突然开口 你不会连决定自己想做什么的勇气都没有吧 沈生被问得一愣,只听沈墓讽刺道 机会送到你面前,你却扭扭捏捏,你真的会为自己的作品付出行动吗 怪不得你的故事里,只有夸夸其谈的想象,总是脱离事实 故事中那种混乱身像酒吧你真的去过吗 全凭想象,你能描写到位才奇怪 你能为你的作品付出到什么程度,也预示着你能走到哪一步 等你自己去感受过,再来跟我谈你的决定吧 说完便转身离去,这一番话毫不留情地揭开了 沈生内心最不愿意面对的地方 他无力反驳,因为沈墓说的都对 他想要继续逃离,却又觉得好不甘心 放学后他来到学校附近最混乱的酒吧 既然脱离事实,我就去试这一次 哪知这一事,便让他经历一场莫名其妙的摧残 男孩被一群混混折磨地昏死过去 门却在这一刻被人一脚踹开 见到来人正是沉默,领头的男人赶紧上前邀功 哪知沉默看到地上狼狈的身影,顿时脸色一沉 二话不说,便是一拳猛的杂曲 周围都混混吓坏了,此时的他完全丧失理智 跟上去便是一顿持续猛烈的输出 眨眼间,领头男子便被打得奄奄一息 兄弟赶忙上前阻拦 老成你疯了呀,你这是干什么 原来,那天沉默看审生状态不对 放学后便一路跟着他 眼看他颤颤巍巍地进入一间酒吧 不放心之下,给酒吧中的好友阿忠打电话 信你店里的白衣小子看到了吗 帮忙照顾一下 好友阿忠表示没问题 不就是个小屁孩吗 交给我吧 挂断电话,沉默感受到阿忠的罪意 依旧略微有些担心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发生了 阿忠转头招呼兄弟,走 帮老成收拾个人 于是,阿忠靠着神级理解 带着一众兄弟将审生堵在洗手间 八光摧残,还不忘拿摄影机拍摄 就是你小子惹到了诚哥呀 诚哥可是提点我们,要留心照顾照顾你 说完便是一顿胖揍 另一头,沉默正在参加同事聚会 可他一直心不在焉 想起阿忠电话中的态度,总感觉放心不下 于是便决定打个电话过去问问情况 可一连几个电话下来 对面一直无人接听 思蓝想去,还是决定过去看看 立马起身,借口离开 赶忙驾车朝酒吧赶去 途中还不忘一直拨打电话 可还是没人接 心里生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等他火急火燎地赶到酒吧 看着倒地不起的沈生 他顿时怒火中烧 便发生了之前的一幕 眼看是已至此 沉默脱下自己的外套 踢在沈生身上 将其牢牢抱起 临走前还不忘回头交代一句 等阿忠那混账久醒了 听得懂人话的时候 告诉他滚过来道歉 怀中的沈生 勉强睁眼看向沉默 他不明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沉默心中内疚不已 怒声道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动我的学生 只因一场误会 男孩被折磨得浑身是起 老师将之救下 霸气回应道 我沉默 绝不允许别人动我的学生 沉默小心翼翼地将沈生放在座位上 坐好 我带你去医院 我不 我不去医院 沈生一把抓住他的手颤声道 什么不去 沉默用手探了一下他额头 已经发烧了 乃至沈生的手抓得更紧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道 我 不要别人看到我这种样子 我没事 眼见沈生如此坚持 心知他此刻内心极为脆弱 沉默眉头一皱 只好将车驶回家中 将他安顿在床上 先喝点药好好休息一下 见沈生熟睡过去 沉默细心地给他盖好被子 并温柔地擦拭着伤口 生怕将他惊醒 转眼时间已至凌晨 沉默拖着疲倦的身子坐在床边 看着他一脸痛苦的模样 沉默深知今天所经历的一切 对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用手探了下额头 感受到高烧油所减退 沉默略微放下心来 凝望着他浑身的伤痕 沉默内心满是愧疚与自责 对不起 清晨的一缕阳光照射进来 沈生朦胧中睁开双眼 缓缓地坐起身子 这是哪儿 脑海中依稀回忆起昨晚的画面 这是那个人的家 起身缓步向客厅走去 看着沙发上的身影 沈生陷入了沉思 昨天酒吧发生的一切 依然历历在目 那几个到底是什么人 是他指使的吗 可是 他又干嘛来救我 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不待他继续思考 一本小册子突然闯进他的视线 我的小说本竟然在这儿 我得赶紧藏起来 一只大手突然提出了他的衣领 喂 谁让你下床的 赶紧回去 烧了一夜 我看看 烧好像退了 一只大手辅住他的额头 感受着对方如此近距离的呼吸 沈生顿时心跳加速 气氛立马变得紧张起来 但是别嘚瑟 一会吃点东西 我带你去医院检查 一听要去医院 沈生如小孩一般倔强道 我不去 沈沐顿感无奈 昨天的事 出了些误会 我也有责任 之后你想怎样我都答应你 但医院必须去 医药废物处 听着沈沐霸道的语气 沈生只好妥协 那你 带我去北京的那场交流会 就这 沈沐一边做饭一边不屑道 当然不止 暂时只想到这个 以后要是想到了 你也得赵总 那我就是卖给你了 来 把粥喝了 看着眼前这一口大锅 沈生猛圈了 你家没晚了 从没做过饭的沈沐 抢装镇定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来 张嘴 沈生顿时受宠若惊 我自己喝就行了 别废话 我喂你 张嘴 一番僵持之下 沈生最终还是败给了眼前 这位霸道的老师 缓缓地将粥喝了下去 看着这张樱桃小嘴 那晶莹剔透的嘴唇 沈沐平静的心 掀起了一丝波澜 看着这晶莹剔透的嘴唇 沈沐平静的内心 升起一丝波澜 算了 你自己喝吧 喝个粥也这么默默唧唧的 说完沈沐转身落荒而逃 眼看身体已无大碍 沈生回到了学校 同学打句道 你小子竟然夜不归宿 昨晚干什么去了 怎么还受伤了 快快从十招来 我一下担心了 说完便和同学嬉闹了起来 此时 身后的窗台正有一道身影 在默默地关注着他们 就在刚刚 阿忠来学校找成沐道歉 成哥 我那天喝大了 弄错了 对不起啊 回头我一定找宇文老师 学习下阅读理解 成沐剑确实是误会一场 沈生也没有什么大碍 便没有继续深究 在窗台上默默地关注着沈生 也不知是不是男人的第六感 沈生突然回过头来 看着那空空如也的窗台 总感觉刚才有人在关注自己 原来刚才沈生回头的一瞬间 成沐立马躲了下来 弄得他一阵尴尬 转眼 北京作家交流会就要开始了 沈生早早地就在后车厅等候 成沐看到他来这么早略感惊讶 打了个招呼 走吧 今晚交流会 完事后在北京住一晚 明天回 介绍完行程后 两人便乘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可能是由于这些天太累了 成沐上车便睡着了 看着成沐的侧颜 沈生这时候才有机会 好好审视身旁的这个男人 老师平时看起来凶声恶煞的 睡着的时候表情柔和了许多 鼻梁这么高 其实长得很好看了 老师是喜欢男的吧 和那天那人是什么关系呢 沈生渐渐看得入迷 就在这时 因为列车的震动 成沐的头突然靠在了他的肩膀上 沈生顿时手足无措 心里如小鹿乱撞 好劲 差一点就 一道广播声突然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 列车提示到站 成沐被惊醒 揉了揉依旧沉重的头 到了吗 此时的沈生还没从刚才的气氛中 回过神来 颤声道 前 前面 就是了 看着他与其结巴 成沐顿感奇怪 你怎么了 怪怪的 沈生只能偏过头去 打了个哈哈 不敢与其对视 带两人来到酒店 成沐在前台拿到了房卡 走吧 先回房间 沈生立马跟上 哎 等等 一张卡 我们两个人就住一个房间 老师竟拥有这般火辣的身材 与帅气的容颜 晚上还要跟他睡在同一间房 回到房间 沈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真是想多了 原来是两张床 而且两个大男人 睡一起也没什么大 转眼 两人已脱下了上衣 一道令无数男人羡慕不已的完美身材浮现 沈生在一旁忍不住偷瞄 这身材也太好了 戴成沐换好衣服 转过头来 发现沈生正在看着自己发愣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一拳砸过去 胡思乱想什么 快点换衣服 我去外面等你 现在的小鬼真是麻烦 就这样 过了一会儿 沈生手忙脚乱地打理着领带 走了出来 见沈生收拾完毕 两人便快步向会场走去 看着这金碧辉煌的大厅 里面人山人海 沈生内心感到震撼 随着两人步入会场 远处一男子正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 周围的宾客都热情地跟城墓打着招呼 一道声音突然叫住了沈生 小弟弟 是代表学校来的吗 说完便礼貌地伸出了手 沈生顿时受宠若惊 立马回领 心里却想着 粉头发 这人好漂亮 哪知男子突然扯住他的领带 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 你叫什么 大三了吧 沈生背着突如其来的一幕弄得一阵慌张 不 不是 我叫沈生 大一 听到才大一 男子神情一正 转头神态恢复正常 帮他系好了领带 整理好衣衫 并认真地打亮着眼前这个大一小学弟 眼睛这么大 有点娃娃脸 皮肤还超嫩 完全是我喜欢的类型 接二道 要不要考虑甩掉小木 等我好了 啊 小木 成木 沈生瞬间冷汗直流 不 不是的 你误会了 我不是 不待沈生解释 一只大手突然薅住男子的头发 好痛 住手啊 要秃了 成木看到这边的动静 走了过来 你这家伙在干什么 给我换个人坑群 粉发男子怒声道 你这个护独自的恶魔卷毛 我的头发很珍贵的 我回国后第一次见面 你就这么对我 陈宇 你当年不声不响地走 现在突然回来 你想我用什么态度对你 成木说完便拉着沈生离开 只留下粉发男子在原地黯然神伤 陈宇 似乎在哪听过 他跟老师又是什么关系 面对喜欢男人的老师 男孩不仅没有有所收敛 还在危险边缘疯狂事态 如此挑逗老师 无异于玩火 只见成木憋得轻筋抱起 一把扣住沈生的手 身体猛地向前压迫 将他壁冻在墙上 此时的沈生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成木的脸颊突然贴近 没有人教过你 不要随便戏弄大人嘛 别太得意忘形了 见面会严肃点 别 别突然吓别人 此时的他瞬间心跳加速 面红耳吃起来 看着他羞红的脸颊 成木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沈生略微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成木要对他做些什么 成木意识到在这样下去 可能真的要犯错误 拍了拍沈生的头 外面太冷了 进去吧 待交流会结束 沈生回房舒服地洗了个澡 看成木一个人默默抽着烟 他凑了过去 今天谢谢你了 一直帮我介绍那些厉害的人 不知从何时起 沈生早已忘了使用镜蜜 成木没有介意 只是旅行植物而已 听成木这么说 沈生回想起过往的一幕幕 老是表面严苛 嘴上这么说 可私底下其实是个很温柔可靠的人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沈生忍不住问道 那天在楼梯边撞见的是你男朋友吗 突然聊到这个话题 成木瞬间被烟呛了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见成木似乎不想回答 沈生只好说随便问问 见气氛一度尴尬 成木悠然道 不是的 他总是缠着我 那天好不容易才让他死心 沈生听得微微愣神 也不知是为什么 突然内心感觉无比的喜悦 听到不是情侣关系 有那么开心吗 啊 不是 沈生自己也惊讶 为什么内心这么雀跃 但听到答案后 还是松了一口气 生硬地将话题转移 你一直抽的这个烟吗 没见过这种牌子 什么味道的呀 你想知道 见沈生点头 成木一把搂住沈生的后脑勺 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 感受着彼此的呼吸 气氛此刻变得暧昧起来 老师 正在两人紧紧相拥 嘴唇刚触碰的那一刻 未等他们继续深入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打断了他们 成木怒火中烧 开门看是哪个混蛋 打扰他的兴致 surprise 沈宇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沈宇二话不说 冷漠的一句 滚 便准备将门关上 沈宇见这阵仗 赶紧扒住门 我有重要的事找你 真的 沈宇冷冷地望着他 看他似不像在开玩笑 于是道 我拿个外套 出去说 坊间只剩下沈生 还被之前的一幕 冲击地正正出神 转眼出去的两人来到酒吧 你们坐了 成语开口第一句 便如此生亡 成木瞬间被呛得 说不出话来 你打算以后 跟那孩子怎么样 他有跟男人 在一起的想法吗 成木显然不想 继续这个话题 你叫我出来 就是问这个 成语见成木表情认真 只好拿出了一份文件 递了过去 美国想邀请你去工作 求着我把合同带给你 咱们当年的梦想 就要实现了 怎么样 你会去的吧 见他并没有表现出 意想中的兴奋 表情淡漠 成语微微愣神 哪知成木突然起身 行了 工作的是我会考虑的 哈 考虑 成木 成语大声叫住了他 上前一把将其拉住 你到底想不想去啊 是因为 今天带来的那小子吗 成木正色道 成语 放弃的东西再回到手里 也不会是从前的追逐狂热 你懂吗 成语被说得一阵黯然 无论怎样痛苦 我都不想被你抛开 渐渐松开了手 我会等你的 但是你已经无法再包容 我的任性想法了 我们之间的症结 大概是恶化到 无法弥补的了 不知过了多久 沈生已经困到睡着 他迷迷糊糊中 觉得老师回来过 转眼到了早上 一阵手机铃声 将沈生惊醒 原来是老师 已经先回学校了 让他自己回去 躺在床上的沈生 内心还久久不能平复 回味着嘴唇上的触感 掺杂着那个人 喜欢的烟的味道 那种震撼 并没有因为这一觉而消退 他甚至开始怀疑起自己 是不是变得有些奇怪 那是我的第一次 你却让我当成误会 男孩瞬间痛哭流涕 总觉得哪里很痛 原来那天过后 沈牧跑去喝酒发现 理智告诉他 跟沈生的关系 不能继续下去 他们毕竟是师生关系 决定要跟沈生说清楚 今天是圣诞节 班上举办聚会 旁边的女生 对沈生很有好感 可他一直心不在焉 注意到沈牧一个人在抽烟 他拿起准备好的礼物 跟了出去 可沈生还未来得及 表达心意 便听沈牧道 你旁边那女孩子挺可爱的 他喜欢你吧 上次的事 得跟你道歉 抱歉吓到你了 我酒品不好 你别误会 这一串道歉下来 沈生感觉一阵揪心 老师是什么意思 误会 沈牧撇过头 避开沈生的目光 对不起 我这个人 喝多了就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一句误会就把之前的 种种撇得一干二净 老师 真是体贴 还特意道歉 文章电子版发我 我会帮你的 先回去了 你也快进去吧 外面了 只留下沈生孤零零地站在那 我扔个垃圾就进去 说完便把精心准备的礼物 扔进垃圾桶中 一个人默默地舔着伤口 转眼回归网约的校园生活 这天 大作家陈宇要回校园开讲座 沈生参与到这办工作中 一道声音突然叫住了他 巧啊 沈学弟 来人正是陈宇 见到陈宇身后的那个身影 沈生微微愣神 两人稀松平常地打了个招呼 待在场中的陈宇直觉气氛 瞬间压抑 顿感奇怪 只听成木蛋蛋倒 你发的小说邮件我看了 还不错 这弹幕的语气 沈生内心感觉到一阵刺痛 冷冷地回了句 谢谢老师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看着沈生离去的身影 陈宇不知道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转头看向成木 你是不是骂他了 那小子眼睛都红成啥样了 你不会是让他熬夜改小说吧 这小子写的东西可比你当年强多了 那你到底想不想跟那小子好啊 成木听到这只能无奈恐笑 不可以 他的人生才刚开始 有更好的选择了 但绝对不能是我 说完便转身离去 看着他略有些落寞的身影 陈宇心想 这什么回答呀 不是不想 而是不可以 有必要为那小子着想成这样吗 看来是真的在意啊 男孩在翻找资料 却意外摔下 危机关头 一道身影出现 将其一把抱住 成木与陈宇分别后 正在楼道里散心 碰巧撞见沈生在资料室翻找东西 看到他爬得很高 身体摇摇欲坠 担心之下便赶忙上前帮他 你没事吧 见来人正是老师 沈生赶忙捂住手臂 我没事 细心的成木一眼便瞧见 他手臂正在流血 一把将他拉住 等我过来 两人来到医务室 成木温柔地帮他处理伤口 以后做事小心点 毛毛躁躁 下次可没人救你 此时的沈生内心备受煎熬 为什么 这样我又要误会了 比起冷淡的对我还要让我难受 你再休息会儿 讲座的是找别人干 听着成木关心的话语 沈生越发难堪 说了声谢谢便向外走去 自发泄情绪一般 摔门而出 这巨大的声响 吓得成木身体一颤 无奈地揉了揉头 这小鬼 不意的吧 回到宿舍的沈生跟妈妈通了电话 妈 我挺好的 学费的事你不用操心 此时的沈生看着成木发来的邮件 内心凌乱 当我感觉离他很近 开始雀跃时 他却突然从我身边剥离开来 老师看起来难以接近 但其实非常温柔 这也是最致命的 一切都是误会 我来忘掉这一切 顺便赚些学费 转眼 沈生很快找到了工作 来到一家咖啡厅打工 一道声音叫住了他 面前出现了一位小帅哥 你好 我叫陆紫霄 两人一番交流之下 发现不只是同事 还是同级校友 真巧 两人的关系很快就亲近了许多 店里有趣的氛围 让沈生逐渐忘记了心里的音韵 慢慢地快乐起来 这一天放学 沈生开心地与同学们打过招呼 转头却是忽然一愣 看着门口那熟悉的声音 心跳顿时加速 老师 是在等我吗 只听成沐延诉道 怎么不回我邮件 不想写小说了吗 听到这话 沈生的心逐渐冷静下来 淡淡地回道 我最近很忙 暂时没空 没空 沈牧正欲继续询问 沈生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们 陆紫霄从后面一把 搂住沈生的肩膀 等很久了吧 沈生赶忙解释道 没有了 我也刚下课 看着对面凌厉的眼神 陆紫霄冷汗直流 他在瞪我 也不理他 转头便拉着沈生向外走去 哪只沈牧突然扯住了沈生 你最近在忙什么 沈生一把甩开他的手 沈生道 和老师没关系 我做什么是我的自由 说完便与陆紫霄结伴而去 只留下沈牧一人呆立在原地 内心仿佛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一边对我关怀备至 一边又跟我划清界限 你这也是为了我好 沈生 我不想伤害你的 就在刚刚 看着两人离去的身影 沈牧偷偷跟了过来 一探究竟 给我换个服务员 陆紫霄见沈牧 明显是来找茬的 火冒三丈 不满意你走人了 这一幕恰巧被店长撞见 在店长的死亡凝视下 陆紫霄乖乖完成了顶单 看着沈牧就这样耗在这里 不放心之下找到沈生 你是不是被他缠上了 我帮你把他赶走 看着沈牧的身影 沈生道 不用了 给你添麻烦了 我自己去说吧 转头来到沈牧身边 我们出去说吧 两人出了咖啡厅 写小说部也能赚钱 为什么要去打工 这样半调子的做法 你能写出好东西吗 沈生没有接话 老师这是做什么 假惺惺的关心 稀才 还是一时兴起 沈生 沈牧被说得哑口无言 沈生自知没有资格责怪老师 想着只要答应下来 就再也没有跟他接触的理由了 平台的是我会考虑的 老师再见 说完便转身离去 心里传来阵阵刺痛 突然很想哭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看着沈生受伤的背影 沈牧不知如何开口 就这样 两人之后再也没有联系 转眼寒假已知 你最近来我这也太勤快了吧 当老师就是好 还有寒假可以放 哟 你这围巾挺好看的呀 哪买的 简单 这正是之前沈生丢掉的圣诞礼物 看沈牧一个人喝着闷酒 你跟他多久没见了 真舍得呀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 沈牧一脸无奈 你真能看着他淡忘你 看着他交女朋友 也不在意沈牧那杀人的目光 他继续捕刀 乱一交的还是男的 长得贼丑 还骗他 你怎么办 当那傻小子打人吗 闭嘴 你吵死了 沈牧恼羞沈牧 我闭嘴 你来我这不就是想听我刀逼刀吗 只听沈牧正色道 我最近心烦得很 调酒小哥微微一愣 你干嘛折磨自己啊 就算不在一起 想他就偷偷去看呗 至少会好受点 对吧 也不知是不是受到启发 你今天废话有点多了 我走了 有空再来找你 这就走吗 切 保护欲过头的死傲娇 真好懂 转眼一辆车停在咖啡店外 偷窥着里面那个念念不忘的身影 还在工作呀 不累吗 看着沈牧脸上的笑容 在笑什么呢 真可爱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一母般的微笑 妈妈 这个人在干什么 别乱指 快走快走 转眼两道身影从咖啡店走出 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 刚刚谢谢你啊 等我还客气什么 紫霄心里暗爽 小生生真可爱 看着这一幕 沉默醋一声疼 可恶 走吧 等到相反的方向走去 等等 去哪呢 沉默顿时心里一紧 这么晚还不回宿舍 这是去干什么 两人来到公寓门口 紫霄掏出钥匙 我要开门了 你当心 啊 还未等他有所反应 在门打开的一刹那 沈生的瞳孔瞬间放大 就在刚刚 沉默一路尾随 看着两人携手进入公寓 总感觉有不好的事将要发生 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此时公寓里面 五只猛宠突然扑向沈生 沈生瞬间被围住 不敢动弹 一旁的紫霄捧腹大笑 你的反应太有趣了 看来他们很喜欢你啊 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大仔 这是二局 这是胖三 这是四球 最后是小五 你搬出来住公寓 就是为了他们吧 是啊 没办法 学校宿舍不让养宠物 你还挺有爱心的呀 哈哈 这只猫好胖 不愧是橘猫 沈生 有没有人说过你笑起来很好看啊 一只枕头迎面砸来 你少拿我寻开心 竟然打我 真伤心 说真的沈生 感觉你这段时间 一直都挺低落的 是发生了什么事吧 因为那个老师吗 你是不是 喜欢他呀 看着沈生满脸苦笑 他赶忙解释道 抱歉啊 我那天担心你 就跟出去看 怕出什么事 不是故意偷听的 没事的紫霄 沈生打断了他 他对我来说很特别 不过 我的期望落空了 过段时间就好了 没什么事是忘不了了 对吧 看着他挤出的笑容 紫霄不知该说什么 轻轻地安慰他 你别太勉强 似是开玩笑道 我怎么不早点遇到你 我可是男女同事 好冷淡 谁让你在这胡说 沈生发出一声惊叫 怎 怎么了 紫霄担心道 猫爬进衣服里了 快抓出来 好疼 紫霄赶忙掀开他的衣服 小五 又是你 给我一边玩去 沈生 你没事吧 抱歉 害你被抓伤了 看着这背上的伤痕 这娇嫩的肌肤 紫霄的手指 不自觉地摸了上去 这触感 紫霄瞬间失神 就在这时 沈生的手机 突然发出几道铃声 破坏了两人暧昧的气氛 他赶忙拿起手机查看 看来我得回去了 怎么了 编辑要我回去改小说脚本 好像挺急的 这么晚了还得回去啊 紫霄惋惜的 是啊 我一会儿手机叫个车好了 小五再见 我走了紫霄 明天店里见 嗯 路上小心 看见那关上的房门 紫霄心里空落落的 低头对小五道 沈哥哥走了 你也觉得无聊吗 转眼 沈生来到楼下 黑色的车 是内辆吗 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赶忙上前开门 师傅 去恩大宿舍区 嗯 沈生 老师 老师 你不会是一直在跟踪我吧 怎么可能 沈目心里一惊 赶忙否认 我只是来这边看朋友的 骗人 编辑告诉我 是你突然要改脚本 死编辑 嘴怎么这么快 原来刚刚沈目 看着两人进入公寓 担心他们发生什么 心生一记 打电话给编辑 小说我看了 有几个地方太生硬了 让他改改 哈哈 没想到你这位大神 会主动帮忙 我立马跟他说 于是就有了 接下来的一幕 我 我只是刚刚无聊 看了下脚本 这样啊 我突然想起 朋友家也有电脑 我去他那改算了 这么晚了就不回去了 沈生 你别走 沈目一把拽住了他 我送你回去 看着他如此在意 沈生只好取消了 手机上的订单 坐回座位 一旁的沈目还在纳闷 到底是怎么被这小子发现的 此时的沈生目光不经意的一瞥 看到沈目脖子上戴的围巾 沈生追击道 老师 我饿了 这小子真是得寸进尺 回去自己点外卖 我不要 这个时间宿舍那边只有烧烤 我不想吃 这臭小子 到底想干什么 无奈之下只好将车开到路边 给他点了份章鱼烧 梦 给你 餐厅这会儿都关门了 凑合吃吧 捧着这份暖心的夜宵 真香 感受到外面的寒冷 身体不自觉地哆嗦起来 沈目见此 一把扯下围巾 温柔地围在他的脖子上 依稀感受着围巾上残留的气味 沈生内心小鹿乱撞 感应到沈生的目光 只听沈目淡淡道 围着吧 本来就是你的 寒假 什么时候回老家 再过两天就回去了 老师 你今天为什么会跟着我 沈目沉默了片刻 似是也不想再骗自己 我想见你 如果今天没遇到 老师准备一直瞒下去吗 沈目见话题聊到这 自知无法再逃避 无奈到 原本是这么打算的 我们距离越近 给你带来的压力和烦恼 就会更多 即使你以后不介意 我也无法面对我自己 感受到沈目话里的真诚 沈生缓缓低下头 沈默思索了片刻 既然是未来的事 那就到时候再去考虑吧 说不定老师担心的事 都不会发生 说不定我们很幸运 遇到的都是好事呢 老师 沈生鼓起勇气 握住了沈目的手 沈生 男孩轻轻握住老师的手 对我来说 有你在身边 就是最开心的手 两人坦然面对自己的心声 沈目沉默了一会儿 内心的想法更加坚定 反手握紧沈生的手 臭小子 两人食指紧扣 到时候要是后悔了 我可不会管你 感受着沈目手心的温暖 沈生心脏砰砰直跳 知道了 老师 有你在的晚上 下起了温暖的雪 我决定 不会再放开你 转眼 沈目将沈生送回宿舍 沈生开心地与沈目道别 只听沈目关心道 明天下班我去接你 不用了 我又不是每天都回那么晚 见沈生拒绝 沈目不好再说什么 好吧 我先走了 等一下 见沈目准备离开 沈生突然叫住他 在他莫名的目光下 沈生一把将围巾套在他脖子上 送给你的 这次给我收好了 如同收到了定情信物一般 沈目脸颊瞬间羞红 看着沈生跑回宿舍 临走前还不忘挥挥手 沈目暗叹 可爱的小鬼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就已经无法放手了 直到现在我都很感谢能够遇到他 转眼到了第二天 临近沈生下班 一位客人走了进来 下午好啊 见来人正是沈目 沈生顿时慌乱起来 老师 不是说不用来的吗 只听沈目傲交道 谁说我是来接你的 我喝咖啡的不行吗 看着面前的沈目 沈生有点不知所措 回想起昨晚的画面 真开心 他能来 但是现在有点无法看他 转头跑到院子里 看得子肖莫名其妙 也没多想 垂头靠在沈生肩上 好累啊 看着院子里两人甜腻在一起 沈目瞬间火大 随着两人依旧不知死活的有说有笑 沈目手中的铁勺逐渐被他掰弯 过了一会儿 沈生回到大厅 发现沈发上沈目的身影已然不见 老师走了吗 这时 店长告诉沈生收拾下就可以下班了 他回到员工室 嘴中喃喃道竟然这么快就走了 一只沈目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 我还没走呢 沈生顿时一惊 老师 你怎么进来的 我还以为你已经回去了 笑我一跳 怎么 那么不想见我吗 亏你昨天还那么说 想赖账啊 谁谁 谁带了 我换衣服 听到这话 沈目丝毫没有自觉 竟自顾自地坐在一旁观看 看得沈生一阵尴尬 老师 你能不能转过去啊 只见沈目突然一下走到近前 把衣服掀开 你要干什么 衣服掀开我看看 快点 说完便直接上手掀开了沈生的衣服 你背上的伤怎么来的 如此近的距离 沈生顿时心跳加速 一把浆气推开 昨天晚上被子消加的猫抓的了 真的 还未等沈目继续深究 门口传来了两人的对话声 员工室的门被慢慢打开 两位同事回到员工室换衣服准备下班 总觉得这里还有其他人 怪怪的 哪里有人啊 你别总是疑神疑鬼的 此时一旁的储物柜里 沈生被沈目一把推了进来 为什么我也要躲进来 正欲开口 沈目一把捂住他的嘴巴 沈生瞳孔瞬间放大 看到沈目靠得如此之劲 糟糕 我的心脏要跳出来了 我知道 以后会有多少伤痕 多少痛苦 但只有你才能给我想要拥抱的感觉 就让我 再沉迷一点吧 转眼 两人出了咖啡厅 沈目脑子里想的都是沈生平常 和其他男人一起换衣服 顿时醋一声疼 忍不住想要发火 弄得沈生一阵莫名其妙 哎 你站住 怎么了嘛 发这么大脾气 沈目微微叹了口气 似是感觉到自己有点小家子气 回过身来一把拉住沈生 走 带你去打狂犬一秒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弄得沈生一愣 此时他心里突然觉得想笑 你看起来才像需要打狂犬一秒的人吧 转眼 又到了新学期开学 沈生与同学在教室里有说有笑 这时 教室突然安静下来 老师来了 开始上课 一道帅气的身影走了进来 台下的小迷妹们都忍不住发出感叹 哪知沈目一脸严肃 论文都写了什么鬼东西 全部重写 此时的沈生正坐在台下默默地关注他 上课的时候还真严肃啊 虽然平常也没差 感受到沈生的目光 他只好装作没看见 突然 手机震动起来 他拿起手机一看 屏幕上赫然是沈生发来的暧昧短信 笨石腔地说不出话来 臭小子 上课竟敢戏弄老师 看着沈生装出一副认真学习的样子 他起身缓缓走了过去 趁没人注意 故意碰掉沈生的笔 还不带沈生思考他要做什么事 只见沈目微微弯下腰 同学 你比掉了 借此机会身体靠近 天儿小声道 周六有空吗 一起出去吧 沈生顿时脸颊通红 还是老师会玩 沈目转而装作若无其事地站直了身子 都得我好好写 只留下沈生一人心脏砰砰直跳 这个不良教师 转眼到了周六 两人第一次正式约会 是啊 你今天不用打工吗 当然要 我可是特地请假过来的 沈目悠哉道 那种工作怎样都无所谓 什么叫那种工作 老师跟那个黄毛小子混在一起 有什么好 过来 你看这个 哪知沈生压根就不理他 他转头一看 怎么了 只见沈生一个人站在原地生着闷起 沈目缓缓走了过去 牵起了他的手 也不解释 一把将沈生拉入怀里 你看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 所以很想带你来看看 南海此时被搂在怀中 瞬间面红而视 你放开 这儿这么多人呢 沈生 你站着别动 只见沈目突然掏出手机 抓拍了一张照片 哈哈哈哈 简直一模一样 你把手机给我 快删掉 表情太傻了 沈目一把抓住他的手 不行 今天带你来玩 就当是给我的奖励 行吗 听到这话 沈生顿时脸颊羞红 真狡猾 你倒是开心了 那我的呢 沈目思考了片刻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很快回来 还未带沈生问他去哪 沈目转身跑入人群中 转眼来到经理办公室 经理思与他认识 赶忙上前 程先生 您怎么来了 只听成木弹弹道 我有个是需要你帮忙 此时的沈生 还在原地默默等待 一旁的两位小姐姐 注意到了他 好帅啊 看着他独自一人 便上前搭讪 小哥哥一个人吗 不是 我在等人 两女听后顿感尴尬 看来是在等女朋友呀 沈生微笑道 这倒也不是 什么 还有机会 立马展开凶猛攻势 弄得沈生一头雾水 太好了 终于要到微信了 这么帅气的男孩子 竟然没有女朋友 难以置信 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夺过手机 面前又出现一位大帅哥 霸道地删掉微信 将手机扔了回去 小姐 你很可爱 但不能动武的人 来人正是成木 两女一听 瞬间惊呆了 有被他帅到 成木一把扣住沈生 真是一刻都不能放松 跟我走 喂 你先放开我呀 转眼 成木将沈生 带到他的秘密基地 此时的门外 工作人员将游客 都拦在外面 禁止进入 可是刚才那两人 明明进去了呀 一提到两位帅哥 女孩又兴奋起来 你说他们是年上 还是年下呀 夫 你刚刚还一脸受伤 这么快就好吗 虽然不甘心 但这样也不错 希望他们幸福 此时密会中的 沈生缓缓睁开眼睛 一只只亮晶晶的 水母映入眼帘 两人正置身于 美丽的水母隧道中 沈生被惊艳地 待立在原地 好美呀 两人沉浸在 水母的笼罩之下 沈生威夷愣神 怎么这里 都没有其他游客呀 游客 要是有游客在 那还算什么奖励呀 两人四目相对 男孩脸颊瞬间羞红 感受着额头上 传来的温度 男孩下意识地 将老师推开 老师也不心急 轻轻拍了下他的头 走吧 回去了 说完便转身 向外走去 只留下男孩 感受着一脸滚烫 转眼 两人来到室外 老师你带嗓了吗 显然 恋爱中的男孩 也傻得可爱 你说呢 两人只好冒雨 冲入车内 啊 全临湿了 什么鬼天气 上午还是晴天 先去我家把衣服换了吧 见被狗血的剧情 安排上网 沈生只好任君处置 转眼来到家里 成目打开柜子 衣服先穿我的吧 沈生赶紧换上 干净的衣物 吹起了头发 看着手机中 蟹边催稿的短信 思索着该如何处 沈生 成目一边换衣服 一边呼唤道 见无人回应 转头看向女人 只见此时的沈生 正专注地盯着手机 恶趣味涌上心头 一把凑了过去 不理会她的疑惑 帮我吹干头发 哪知沈生心思 早已飘远 你等一下自己来不就好了 感觉受到冷落 成目一把夺过手机 喂 你抢我手机干嘛 老谢 一把按住语音 催什么催 今天给我闭嘴 我再帮她修改 老实等着 说完便一把丢开手机 行了 乖乖吹头发 哪知沈生压根不懂情调 你要用线电你用好了 成目脸色一黑 我不 你帮我一次能死啊 沈生呆呆地看着她 怎么突然那么幼稚呢 知道了 这么麻烦 成目见奸计得逞 心里美滋滋 得寸进尺道 认真点 突然话风一准 沈生 你第一次心动是什么时候 初中 高中 沈生被问得一阵无语 都不是 不会是现在吧 沈生恼羞成怒道 得意什么呀 我小学的时候就跟隔壁姐姐 见她不继续说下去 成目瞪感好奇 和隔壁姐姐怎么了 沈生气势一弱 拉 拉过手 哈哈哈哈 成目忍不住笑出了声 沈生羞愤道 有什么好笑的 哎 那你没亲过别人吗 沈生也不接话 一把薅住她的头发 你少捉弄了 不想就算了 成目装作失落道 哎 我就知道会这样 此时的沈生内心激荡 似是终于做出了决定 一把辅助她的下来 成目顿时一脸期待 哪知时间却似突然禁止 沈生终究没有勇气 进行下一步 回脚不争气地颤抖起来 忽然一阵风刮过 眼前身影猛然一晃 成目再也忍受不住 反客为主 将沈生闭咚在墙上 男孩又一次被闭咚在墙上 此时气氛渲染到位 心脏扑通扑通狂跳 正待进行下一步 两人双眼迷离 不出意外的话 手机应该要响了 MD 成目忍不住抱粗口 可恶的作者 喂 成目接通电话 看是什么事 打扰了自己的雅兴 什么 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沈生 你等雨停了自己回去吧 不能送你了 来不及与沈生解释 立马冲了出去 外面还在下雨啊 一定是很急的事吧 看着此时空荡荡的房间 上次来他家 都没仔细看过 书架上的书籍 顿时吸引了他的注意 哎 这是和吴的书 他也喜欢和吴的作品啊 伸手便要将书拿下 家层中有张照片掉了下来 沈生捡起照片一看 这上面的人是 此时一家医院内 一个人正躺在病床上 成目双目无神地坐在门口 浑身湿漉漉的 一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成目转头一看 来人正是陈雨 他 怎么样了 刚刚抢救回来 我们去边上做吧 美国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直接辞掉工作 我们一起去那边吧 成目头也不抬 我现在不想谈这些 陈雨依旧不肯放弃 他也不会想看到 你把自己困起来 一定希望你能做 自己喜欢的事 陈雨 成目打断了他 我想自己待会儿 见他把话说到这份上 陈雨只好起身道 我去里面看看他 此时成目的手机 传来一阵震动 拿出手机一看 正是沈生发来的消息 我回去了 义父下次还你 想到沈生孤身一人 他感到非常抱歉 好不容易双方有了进展 竟发生这档子事 转眼第二天 沈生来到学校 第一件事就是来到 老师办公室左顾右盘 沈生 你在办公室门口干嘛 找成目吗 他这几天家里有事请假了 有什么事我帮你转告他 这样啊 其实也没什么事 谢谢老师 转身便落荒而逃 看得老师莫名其妙 接下来几天 沈生每天心不在焉 你愣什么呢 来人正是紫霄 怎么了 这几天看你总是发呆 沈生勉强挤出笑容 没事了 什么没事 你脸上都写着 我很寂寞 行了 走 我带你吃饭去 两人来到烧烤店 给 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来这里 他们家味道一级棒 你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啊 多得去了 来 喝点 看着杯中的酒水 沈生似是发泄一般 一股脑就干了下去 乃至几杯下肚 沈生就瘫倒在桌子上 不是吧喂 才喝了几杯啊 这么快就倒了 沈生你是不是没喝过酒吗 只听沈生喃喃道 那个人到现在还没联系我 都不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了 叹得紫笑一阵心疼 好了 我先送你回宿舍 哪知沈生一把抓住他的手 今天 谢谢你 说完便沉沉地睡去 紫笑被这一握心里 生起了一丝波澜 叹着他红润的脸颊 那勾人的侧眼 双眼逐渐变得迷离 也不管是否趁人之危 忍不住心中的荡漾 缓缓低下了头 温柔地吻了上去 几天不见 甚是想念 男人猛地将男孩抱在怀里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就在今天 沈沐终于回到学校 办公室的老师壮见 家里的事都解决了吧 之前那个跟你很亲近的学生 沈 沈生 前两天来找过你 想到自己都没跟沈生解释过 看来他是担心了 谢了 我知道了 沈生是挺有才气的 怪不得你喜欢那小子 听说你还介绍他进TS平台 看来已经有留言开始传播 他不能让沈生受到伤害 他是平实力 我只不过是搭个桥 哟 请你搭桥 不仅得有实力吧 听着这阴阳怪气的语气 沈沐脸色一遍 你够了 一 开个玩笑 你逗我干嘛 真吓人 我溜了 上课去 沈沐呆呆地坐在那 似乎在权衡着什么 此时的校门口 两人并肩走了进来 昨晚多谢你送我回去 沈生眼神不经意的一瞥 老师 他回来了呀 看着那久违的身影 沈生顿胆心情舒畅 心里的憋眉一死而空 沈沐的嘴角也不自觉地上扬 紫霄在身后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心里感到一阵失落 终于 沈沐放下了手中的水杯 似是做出了决定 地板拉开抽屉 里面赫然是一封早就准备好的辞职信 拿起便起身向外走去 空荡的走廊上 紫霄早已等候在这 以你这种老师的身份 你有考虑过后果吗 他不适合跟你这种人在一起 沈沐缓缓停下脚步 这还轮不到你来操心 局外人 说完便不再搭理他 只留下子萧一人呆立在原地 另一边 心情舒畅的沈沈准备请同学们喝水 刚刚走出教室 一只手从身后突然叹了出来 将他身形猛的一拉 一阵恍惚过后 沈沈猛地睁开双眼 老师 你怎么在这 沈沐二话不说 一把将他抱住 宣泄着内心的情感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沈沈想到这里是学校 轻轻推了下他 哪知沈沐抱得更紧 别走 再让我抱一会儿 沈沈沈